這是在嘉義縣的帆路鄉 當時有民眾開車經過山區道路 突然之間就有一隻猴子衝過馬路 其實差一點點就因此發生車禍了 講到這些猴子呢 最近常常下山 就出現在山區和平地的交界處 不只影響到交通 也會偷吃農作物 讓當地農民非常困擾 民眾開車經過帆路鄉 這處鄉道 眼前突然出現一個不速之客 快速閃過 搞得你都在爬下來啊 這個靈活的身影原來是隻猴子 最近成群往山下移動 頻頻出現在嘉義縣帆路鄉 山區和平地的交界處 不只影響車輛往來 附近田地只要是種植 能夠食用的作物 經常被猴子偷吃 農民只能改種辛辣的江 農地附近有不少住家 民眾也害怕 這些具有野性的彌猴 會對安全造成威脅 近日有發現台灣彌猴 已經到路上這邊影響到交通 那針對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會邀請相關單位 來進行會看 縣政府評估 在道路設置警示標誌 提醒車輛注意減速慢行 而這群坡猴作亂 農民的損失該找誰賠償 記得張俊榮嘉義報導